这个凶残的屠夫可不得了 他拿着刀从女孩的大肠腿上割下一块肉 然后放进烤盘 两面这么一尖 在女孩惊恐的目光下塞进嘴里细细品尝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 那些被抓来的男人下场更惨 被活生生塞进烤炉烤制外焦里嫩 再刷上一层秘制酱料 美味的烤肉必须配上一杯82年的拉菲 这小档次一下就上来了 屠夫不但凶残还十分挑剔 肉但凡有点瑕疵都会被他扔掉 而且从不吃隔夜肉 因此他每天都会去物色新猎物 这天他盯上一个钦发辣妹 警觉的辣妹似乎察觉到了 于是加快速度回了家 但不知为何 屠夫竟然毫无阻碍地跟了进来 并且摸进了姐姐的房间 第二天警察来到现场 可怜的姐姐已经被大血八块 警察勘察完现场 丝毫没发现凶属的踪迹 立即怀疑上了小美 可小美伤心欲绝根本平静不下来 警察见状不放心留他一个人 准备先把他带回警局 没想到走到半路 那个恐怖的屠夫又出现了 警察惨遭毒手 当着小美的面被生生割下了脑袋 车内的小美也没能逃掉 等他再次醒来 已经被关进了昏暗的铁笼 看着四周摆放的道具 小美害怕得大声呼吸 可惜喊破喉咙也没用 这时外出觅食的屠夫空手而归 他打算对小美下手 居然发现小美手臂有纹身 对他来说 这样的肉是不合格的 为了饱餐一顿 屠夫拿出喷枪 对着小美的手臂一顿聊 这是迄今为止最挑剔的屠夫 专门挑鲜嫩白净的女孩下手 身上有纹身 他都吃不下 必须拿喷枪把纹身烧掉 可烧掉了 他又嫌弃有瑕疵 还是下不去嘴 只能饿着肚子继续出去抓猎物 恰好一群小年轻开车路过 一辆购物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大黑率先下车查看 不料屠夫已经来到身后 一拳将他撂到在地 另一名同伴立即下车理论 却被不耐烦的屠夫 一刀削掉了半个脑袋 小伙伴们被吓疯了 把腿就跑 屠夫掏出小手枪 将他们一一射杀 只剩一个女孩躲在车上瑟瑟发抖 然后被屠夫抓进了老巢 这完屠夫给小美端来一盘烤肉 小美已经饿了好几天 来不及多想 立刻将肉送进嘴里 然而他一抬眼 差点被吓得原地去世 这些肉竟是从那名女孩身上割下来的 小美当时就吐了 但略微一想 他又把肉塞回了口中 因为他实在是太饿了 自从吃过这一顿肉 小美像是破了戒的和尚 已经能边吃爆米花 边看着屠夫处理猎物了 而另一边 由于小美失踪 警员被杀 警方找来了小美的男友 询问之下才发现 这个小帅哥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他在跟小美交往的同时 还跟小美的姐姐有一腿 但他在案发时又不在场证明 显然不是凶手 这一天 屠夫将小美电晕 然后用铁链绑了起来 原来屠夫把他的男友抓了过来 要让小美欣赏男友被肢解的过程 这个变态的屠夫 当着女孩的面 把他的男友开膛破肚 大卸八块 然后塞进烤炉 烤制两面金黄 再刷上一层密质酱料 还贴心的分了小美一份肉 可接下来的几天 屠夫一直没能抓到新猎物 饥饿难耐之下 终于要对小美下手了 为了可持续发展 他只砍下了小美的一只手掌 怕他失血过多 还用火枪给他止了血 这天晚上 小美突然发现笼子外有个小女孩 为了逃出生天 小美忽悠女孩给他拿来一把锯子 他用尽全身力气锯开了铁门 匆忙往外跑 可地道四通八达 很快他就迷失了方向 正当他焦急万分之时 屠夫一个闪现掐住了他的脖子 又将他扔回了铁笼 小美不愿放弃逃生的机会 开始奋力感激 终于把屠夫打倒在地 他拿起斧头准备补上一刀 结果一回头 屠夫竟然不见了 小美急忙跑上天台准备求救 却发现屠夫抓着小女孩准备扔下去 小美一个箭步冲过去 直接将屠夫推倒 小美上前查看 却发现屠夫又诡异的不见了 他清晨带着小女孩逃离了这里 清晨的阳光普照大地 小美脸上满是极吼余声的喜悦 然而他低头一看 怀里的小女孩居然变成了一举干尸 下一秒 屠夫从身后出现 一把将小美抓了回去 不久后 警察围剿屠夫的老巢 然而当他们闯进来时 满屋子全都是惨之断臂 凶残屠夫却消失得无影无踪